走入村落眼前所见都是病苦 老先生连走都没力气 更别说是到医院求诊 也只能等待两医踏入 事实上他年龄也不是很大 但是都有肺部的问题 关节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眼睛的问题 非洲国家是我们医疗 第一次踏上的那样的土地 怎么让这些生病的乡亲们 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其实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 完整过程随时都能发现个案 年轻妈妈背着小滑 因为蜂窝性组织炎 引起的高烧不退 司机志工立刻叫了 当地的继承脚踏车 帮忙送到疫诊现场 妈妈把他一拉开给我们看 然后小孩子都开始哭了 那要用什么方法才有办法 对啊 所以这个要帮他转整到外科 或是到小孩科 本身要去看到 到医院看医生 机会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他们会觉得我可能去了医院 然后可能又没有什么 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时候 他就比较没有那个动力 所以就希望能够确认他要上车 此际议诊团在亚马郡拉梅高中学 举办大型议诊 从早上九点开始 眼朝不断 对当地居民来说 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能和医师碰上一面 我们看到是一个 非常原始的医疗的状态 几乎没有人看过医生 他们很多的病很严重 但是几乎没有办法 做任务的处理 像我们刚才来到这边 有些人是有严重的病 他都不知道 艾滋病还有结合病 这些问题很严重 这次风灾以后 有人因为这样断了药 所以艾滋病发作 很年轻 但是他可能没有救 这个是其中的一类 一次 一次 因为他们不是字 所以我们就用图案的 这里的居民 普遍教育程度不高 有的甚至小学没毕业 因此此机医疹团 在药单上也入境随俗 用几个简单的图案 标示用药次数 但让大家最好奇的 是这小小一针 就能解除身体酸痛的中医科 确实遇到好几回 他会怕 那我们的方法 就是稍微安抚他 然后可能叫他 Deepleasing One two three 然后就增下去 他们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扎的时候会 好像有点吓一跳的痛 可是扎完会输啊 很多 他们是蛮惊讶这样子的 这一趟健苦之福 尽管语言不通 势必由清真诚的心 也在彼此心中 留下最美的印象 大约新闻 女士圈等影中 莫三笔克报道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